我第一台就是国产车 是Suzuki的Solio Solio 帮韦伯代言的那一台 那个时候的时候开过那一台 然后后来又换Mini 然后现在是Audi 就直接跨到进口车了 然后现在开到Audi了 其实以柏妤这样的女生开 Solio好像有点难联想起来 我想柏妤的用车史 因为要十几年对不对 这个用车史就相当于 这十年十五年前 国产车在整个国内汽车市场来说 它占比绝对是六成 甚至到八成以上都有 所以早年你大概十步有八步 就是国产车的状况之下 你一定选的就是国产车 那时候进口车一定选择较少 但是随着这时间的变化 慢慢变到今天来 今天刚刚这个七哥都讲了 今天这国产跟进口车的比例 已经翻转过来 变成进口车高于国产车状况之下 你就会看出来 这进口车不仅卖得好 而其中豪华车 又占了相当到高的比例 它每年的成长比例都还高于一般的 整体的这个进口车市场 这也难怪博云你看 从早年的Solio到今天已经到的 这个Audi的车子来了 对 好Audi你现在开哪一台 A1 A1帅车欸 而且又好开对不对 对 蛮好开的 A1你现在持有多久了 大概四年多 四年多 这个时间点换车是聪明的 因为大概四年五年过后 车子可能也慢慢的老去 所以你要照顾的事情也多了 所以为了省下未来可能要费心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换车可以考虑 但是请问一下你换车的预算 大概落在多少勒 大概一百五十万左右 一百五十万 大家要搞得动脑喔 有超过 没关系 就不要超过太多 但是大概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上下这样子 听起来是幸福的啊 因为有些人说我大概五十万左右 我要贷款了 它现在是预算一百五十万左右的方向 然后你通常以前买车都会有些重点 你会怎么调 外型 外型要重要 我很注重外型 然后 还有车屁股 车屁股 好 这两个 这两个前提 然后预算一百五十万 大家来给柏妤一些意见 来来来 我们先请大威哥 你因为见多试广老神败 一百五十万能够买的车很多喔 我现在马上想到的车子 当然就是这个 Honda的CRV CRV 对 因为我觉得CRV是一个 目前市场上一个 蛮好用的一款车子 而且是蛮受到欢迎的 你看啊 这CRV在国内已经推出到 今天是五代来了 它现在已经五代了 然后它价格最高的 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 一百一十三万 这款车子 因为这个车子 当然它远低于你的一百五十万 但是我觉得 它车子来的空间大 好开 然后它的安全也到位 尤其是它的Honda Sensing 这个主动安全 这在你先前 你开的这个Audi的这个A1 它也许在 因为买的时间 也比较前些时间 所以在安全上面 可能还没有像现在 那么丰富 像这个Honda这个CRV 它代表就是它安全 是做完备的 它也许它车屁股没有 像你的那Audi 因为Audi款款车的这种造型 尾灯那等等 都有这种视觉的美 但是CRV 它代表就是一个 好用好开 然后好照顾的一个代表 因为你知道 带有一个毕竟 还没有再跟你多聊太久 所以它不够认识你内心的声音 所以先从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车款 来做推荐 休旅车在台湾卖的吓吓叫 CRV也是榜上有名的 但是你知道带有一个 博宇这么漂亮的女生 多多少少会放比较多的重点 在外形好看 所以兰尼克 你该表现一下了 漂亮女生 你会建议买什么样的车 因为女生的想法跟男生 有的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从过去的换车历史 通常第一台车我们都可以忽略不管 那叫做可能正在学开车 所以说第一台车有时候可能 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说你拥有那辆车 可能第二辆 第三辆车喜欢 自己喜欢的车子 可以有主导权 所以说你第二个mini 然后再来是Audi A1 那真的是很注重外形的设计 外貌结讳的 外形的设计 他有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设计其实是很主观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现在毕竟这个SUV是一个主流 那从这个茫茫SUV车海里面 挑一辆 我会觉得 当然这个我觉得要试试看 因为过去好像都以欧系为主 但是日系 事实上有一个Mazda Mazda它有这个CX-5 CX-5 这个大小 我觉得稍微大一点没错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相对来讲 它的车室空间跟其他比起来 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车室空间 对伯瑜来讲 应该只是差不多够用就好 因为它mini都在开了 对 但是它的外形 外形设计方面 跟其他车子会不太一样 而且就我推坑的经验 Mazda这种外形设计 多数女生会比较能够接受 Codel Design嘛 Codel Design这些线条 然后他们会觉得很喜欢 然后重点还有 金燕魂洞红 这些颜色 比较跳的颜色 有的时候就中了 然后有了 这个车色对了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车色对了这个车就好 对 柏鱼 我跟你讲你不要有压力 他们讲他们的你都可以吐槽 看了不喜欢就吐槽好不好 七哥来 来一台柏鱼可能会喜欢的 休旅车 休旅车啊 我觉得像柏鱼这种 这么漂亮的女生 虽然它的外表给人家的印象是 一定是很感性的导向 但我觉得呢 刚刚跟他聊一聊 他搞不好有实在的一面 对不对 你意思是他也可以选实在一点的车 对啊 他用车方面 不是移化而已 不是大家看到那样子 他内在是很 很会持家的 很会算的 所以来一部国产车好了 哦 但是呢 国产车里面 又要他习惯 开起来有欧洲车的感觉 你看他前面两部 是迷你 嗯 是A1 这操控性都很棒 欧系操控 但是这两部的共同特点是 车身不大 哦 所以容易驾驭 对不对 国产车里面休旅车 也只有一台可以推荐给他 就是KUGA 哦 操控起来也真的是 比较欧系的感觉 对 比较欧系 而且他的外形呢 看起来也比较像欧洲车 那当然外形就见仁见智啦 但是博云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很注重尾巴 诶 KUGA的尾巴 嗯 赶快想一下 是不是跟其他两台 长得不一样 你说 你的意思是你的车的脚伸 比他们两个脚伸 较漂亮 较漂亮 今天这个见仁见智啊 博云自己看一下 车屁股可以接受吗 可是这个车头好像怪怪的 当然是车尾啊 你重点不是车尾吗 因为他喜欢迷你那种 要搬过来 然后从车尾 画面车尾看啊 这个是叽叽叽叽叽的 那种配领股 感觉还不错 好 这个见仁见智啊 来 罗哥 你也给博云推荐一下 对 我觉得你们都这个 迎合博云的那个喜好运奖 当然啊 对啊 可能啊 但是我要从这个本质来看 对 我要介绍一个 它是进口车 但是呢 它的整个的保养的费用啊 跟国产车差不多 然后它又是世界上卖的最好的 品质也是大家公认最棒的 休旅车 在台湾也是销售 第一名真正的冠军 国产的都卖书它 这部就是Toyota的Rod 4 那车都给它买就好了啊 对 其实我一直讲这句话 车子都给它们卖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挑 这个 因为博云还没有开过休旅车 对 所以你对休旅车的世界 可能有点陌生 我们来带你入门一下 叔叔带你去 如果你要开休旅车 你就知道 第一台休旅车可以挑 唯一可以买的 就是Rod 4 台湾的市场 它一年可以卖2万多台 那个吓死人了 其他的国产车全部加起来 还没有它一台车卖得多 好不好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刚刚改款 去年才改款 最新的TNGA的底盘 然后你看它的动力就厉害了 它有最入门的2.0这个NA 有2.5的NA 而且它配的是四轮驱动的那台车 还有它还有Hybrid的旗舰版 油电喔 油电混合车 你只要115万9 就可以买到Hybrid的车 这全世界大概 你怎么算怎么想怎么看 也大概就是这一台车 最划算 最让你可以直接接触到 油电混合 又是一个非常棒的 修旅车的车款 各位跨界小医家们 大家好 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喜欢的话 赶快帮我们留言按赞 你还想看什么样更多的车款 邀请什么样的来宾 也要留言告诉我们喔 最重要的是呢 要帮我们按下订阅钮 然后呢 多多帮我们开启小铃铛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随时接收到最新的通知 多多影片都在这里 记得要锁定喔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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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